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涂雷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波红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陆琪老师 欢迎 涂雷图老师 欢迎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来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 在一起半年多了 每一次说要结婚 到最后都无疾而终 在这段感情里 我付出了太多了 她却从来没有给我任何承诺 她到底要不要娶我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她怎么不相信我喜欢她呢 我不是不想娶她 真的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啊 再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我今天来就是要让她 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果她还是这样 莫连两可 那我觉得我们也就 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我做了这么多 但她还是看不到我真心 一直逼着我 我压力真的很大 我该怎么办啊 掌声有请这一对游体 乔先生30岁来自黑龙江运营 李女士26岁来自黑龙江运营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人家逼婚来了 你什么态度啊 我想结婚 是不是 她就不想娶我 就这意思 不是 不是 我不是 我只是最近 因为工作可能是不太稳定 所以我想沉淀一下 为啥要逼婚呢 她就不想娶我 然后就总想要娶她前女友 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前 我心情不好 她能就是说 陪我打三个小时的电话 我就觉得这男孩 对我挺好的 然后结果在一起之后呢 我俩连话都没有 因为以前就是在异地 她在东北 我在北京 可能说是 我认为语言表达上的关心 你不是语言表达上 你就是忘不了你前女友 我不是 她跟我在一起之后啊 她跟她前女友一起 那个照片 我说你删了吧 你这让我看着我多恶心人 那我跟你解释过 那不是我前女友照片 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 一个同事而已 不是前女友的情况下 你能就这么搂着人家拍照呀 因为我 我妈告诉我男女有别 我妈也告诉我 从小不和男孩子靠得太近 你妈有没有告诉你 不能逼男人结婚呢 对我问你 正常情况下 在你 在我手机里 翻出一张 一个老爷们 就这么搂着我照片 你怎么想 她跟她前女友 三年的聊天记录 都没闪 留着恶心谁呢 最起码你尊重一点我呀 我是你先女友 她前女友去打枕去了 这个心疼她 那个心疼她 那些话全都在上面呢 你干嘛要看呢 你这不恶心自己呢吗 那我就给自己恶心着了 对呀 忘了 忘了啥子 那你咋不说 爸你吃饭忘了呢 你昨日吃了 你今儿别吃了呗 你心里还有前任吗 没有 没有不就完了吗 这让我给肯定 没有 他手机里边有一张 他搂着他前任的照片 不是说了那是女同事吗 我见过他照片 我知道那是谁 他就骗人 那个我可以保证 我身上手机也有我以前同事短信 你可以去求证 那肯定不是我女朋友 行了 这事咱就不绕了 姑娘 不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打针心疼可以 我算你有情有义 我自己一个手跌了掉屏 一个手就一个手开门 我这回血都挥成啥样了 我给你发小视频 他给我回了一个 是那时候是我在北京 那时候我俩工作都忙 我没注意到 就一个男人都对你如此冷漠不屑的 你干嘛还非要嫁给他呢 你告诉我 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缺心眼 我都不知道我涂啥 对 你涂啥呀 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就是很好朋友的时候 就是了解过 他很怕缺乏安全感的 我也不能从北京回到东北 我这回东北之后 你好意思说你从北京回东北 他从北京回东北是我去接的 他连票都没买 就天天跟我说 我说你回东北吗 回 然后就没信了 我说你辞职了吗 没有 我说你现在去找你领导 你辞职去 然后后天我去接你 行吧 等于你是 你从北京给人绑回来的呗 就这意思呗 不是 不是 其实我跟一个领导说好了 我就是手机没办而已 你过了一两天 第二天我出车祸 我死了 你连人都见不着 是这意思吗 不能这么说 他就是去不去北京求我 我也会回的 我也会回东北 因为我相信两句分居 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跟我有好结果呗 你啥结果呀 你说 一年 一年行吗 就一年 就等一年的时间 那你这一年 这一年我嘎不哭 我死了呢 怎么可能 你们看见了 是我现在已经急成这样了 他还毫无反应 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 每一次吵架 就是我吵完 我还得回去哄他去 怎么回事啊 离不开他呀 害不害羞啊 姑娘 不是 他心里有我 我知道 但是怎么说呢 他缺乏安全感 找工作 我也没去找别的工作 我直接进到他的公司 基本上24小时都在一起了 如果说你说你半年 半年情况就出现意外的话 我希望我死在你前面 我不会让你死 你聊来聊去 还是给我聊死了 就是我死了 你跟你前任 你出人头地了 你共生名就了 回去找你前任 你俩双死双飞了 是这意思吗 不不不 说说为什么要嫁给他 好不好 就我俩在一起之前 他人挺阳光的 为人也挺好的 懂得照顾别人 就没想到 这照顾他就是一空调 得谁照顾谁呀 啥意思 就是有一次 他以前一同事 来那个东北找他 白天就玩了一天了 挺累的了 然后中午我就没吃饭 然后我说那个 回去休息一会儿 然后晚上再出去吃个饭 唱个歌就完了呗 他倒好 他跟那男同事上宾馆了 俩人在那玩游戏 我发微信也不回 饿到晚上七八点钟 都不搭理我 我觉得我们俩说话 不在一频道上 我问你这孩子 怎么都这样 你还非要嫁给他 你应该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结果你给我的回答是 她那个跟陆琦 在一个房间睡觉 她都不跟我吃顿饭 那不是应该离开他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他呢 他再不好我也喜欢他 就你也觉得自己疯了 是吧 不疯能这样吗 怎么把人你好好姑娘 给弄疯了呢 你又中央空调 又怀念前女友 她还天天非逼着要嫁给你 为啥 其实她心里有我 我也有她 这点我俩都知道 我也很喜欢她 我也真心想娶她 就是因为她想快点结婚 而我想在刚回到东北 在这公司里面 工作再沉淀一下 有点成绩之后 然后再娶你 希望给你更好一点 去你家里的时候 能更太多一点 你的更好指的是啥 我要什么更好的呀 我爷我奶结婚 说连饭都吃不上 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我知道你爱我 你不在乎这些 但是我不一样 我想得到你家里的人 更多的认可 得到我家里的人认可 他都快走到我家门口了 他都不跟我回家 他说他要娶我 谁信呢 那时候没准好啊 现在结婚不具备的条件 是什么呢 彩礼啊 或者是 姑娘家有提彩礼的要求吗 我家没有提彩礼的要求 还有再等两年 您32岁了 我算你活到60 你再要个孩子 你33岁有个宝宝 你60的时候 连孙子都抱不上了 你就没了 你怎么就给他规定 他就只能活到60呢 我就是打一个比喻 就是说他这么想的话 他可能连孙子都抱不上了 我必须打开 现在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 是82.5岁 哎呀 一个马上就要迈入60岁的男人 就别说了 一说险子 咱多心虚啊 咱不心虚啊 咱不心虚 我又吓着了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我不是说针对谁 也不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 她的人生是没有规划的 是是 你的人生是怎么规划的 姑娘 你就说你吧 别说她了 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年底 最晚就是明年年初 把婚结了 然后出去旅旅游 然后要个宝宝 行 你实实在在地跟我说 这个男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挺好的 挺好 就是儿子对妈的那种好 我一天就跟带个娃似的 你知道吗 你愿意吗 我看你挺愿意的 对吧 我就是受不了了 我太累了 那你结婚之后 不是更累吗 结婚之后 你最起码你得成长 你是个男的 你要负起责任呀 他不因为他结婚了 他就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你知道吗 你还是妈 而且你得从一个娃的妈 变成两个娃的妈 这你自己规划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俩的性格 可以说是互补吧 因为他性格比较刚强一点 比较像女强人一样 你呢 我这时候跟他比较柔一些 慢一点 什么事我都顺着他 这不行 不能是他 他这么 这么要强 我再跟他去 针这对外忙 你见过一个老爷们 天天追着屁股后问你 今天吃啥呀 明天去哪啊 这个结婚之后 如果你还是当他妈的话 怎么办 迷吗 能让我一直当妈吗 是你脾气太强了 是我一直在迁就你 很多事情我也能做 我怎么你了 你迁就我了 很多事情我也能做住 行了 你们俩现在的现实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刚才男生给描绘了一个 上班就见面 是吧 对 下班就送他回家 平常怎么交流呢 还能生活 还能工作 你们俩还谈过生活呀 咋谈呢 就是规划 结婚啊 以后啊 规划过吗 我规划过 我说结婚了 好 完了 那时候我跟他说过 我说我刚回到东北 我说一年时间 说年底的时候 听明白了 这姑娘就是等不到年底了 是吧 不是说我等不到年底 他说的年底 是说等年底去我家 对就是说他要到年底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你要么娶我 要么就分手得了 谁也别耽误谁了 好 我肯定要娶他 不能分手了 我喜欢你 我爱你的 你就能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就一点点 好像听起来很乱啊 你觉得这姑娘是不是疯了 你仔细梳理一下 这个逻辑线索 你就发现了 其实 一段这样的恋爱关系 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个男生在生活的细节处 知道如何去讨好一个姑娘 让这个姑娘沉溺于其中 而在现实的安慰之处 男生总是做得不那么好 女生就产生了一个幻想 这样一个男生 对前女友也算有情有义 虽然很娇称地说 你看你怎么那么对你前女友啊 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他有比较 他觉得对前女友是有情有义的 所以这个男人大概也该对我有情有义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半年还处在一个热恋期期间 两个人的情感 按照女生自我的描述 已经出现了太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 女生说 对她的关心少 在恋爱的互动性当中 男生的主动性差 甚至在对待这段情感的最终态度上面 两个人的差距也很大 女生的态度是 我们必须要在一起 男生的态度 嘴里说的是我娶你 也是要在一起 但是心里是不是这么想 我也不太清楚啊 来各位老师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从恋爱走向婚姻 它是一个刮手地落 水到渠成的过程 它是逼不得 吹不得的 你今年也只有26岁 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 这位女生 她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男生呢 偏偏要创造物质条件 然后来满足她 我们看到女生 似乎有点咄咄逼人 甚至有点无理取闹 但我们能读到 你内心的这一种 缺乏安全感 即使你比我们 谁都明白 你为什么要逼她 除了爱她 你也怕失去她 对吧 对 男生刚才口口声声说 你和前女友一刀两断 但是三年的聊天记录 等到现女友发现以后才删除 爱情当中我认为 最忌讳的是有一件事情 幻想着两个人的未来 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很显然 你惦记着男友的过去 而男友呢 他也牢记着自己的过去 你和前女友断了我姓 但是 在情感上 在内心 有没有彻底弹 你比谁都明白 如果 他逼迫当中走进了婚姻 你们的婚姻 是存在着风险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你的某龄两可 换不来 他的认同 他会更加的咄咄别人 所以我认为今天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和平台 说说清楚 如果说他犹豫 那就分手 分手可能对双方也是一种解脱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包红兄 你看你俩的状态 一上来 这边都炸了锅了 那边稳如泰山 是 就是那个拳头砸在棉花上 特别让人可恨 他可能只是用语言表达 和他那种情绪 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女孩是疯了 但你知道他生气的那个点 是你没有回应 什么时候去 不知道 再等我一年 一年 结婚要做准备的 首先 咱们为了结婚 要先去见双方的家长 提亲也好 拍婚纱照也好 订酒席也好 订婚纱礼服也好 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奔着这个结婚去的 我们有这些行动和准备 是证明你要娶她的 而不是一个字娶 所以对你来说 你压根就不想娶 你就别说娶 你告诉我 一年之后就结婚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 开始订酒店了 你有这方面的行动和准备吗 压根就没有 所以就不要告诉她说 我要娶你 姑娘 就是你现在 把自己逼成一个什么境地啊 就是你说结婚跟买衣服似的 你让结婚这件 本来很神圣的事 变得一点都不神圣了 然后人家也不把这个当回事了 反正我就是现在 你让我结 我结不了 你让我做准备 我也准备 准备不了 你就是要一时间嘛 我给你时间 而且你真的想嫁给她吗 她就明天跟你说 走咱俩领证据 你去吗 我去啊 你去啊 我去啊 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吧 一个忘不了前女友的人 你跟她结婚啊 你这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嫁给她是吗 你明明知道她不想娶你 你明明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就在跟自己较劲 你较的这个劲是 好胜心和不甘心 你觉得拿自己一生的幸福 去较这个劲 最后你较赢了 你赢的是什么 你赢了这个劲了 你输了你自己的一辈子 值吗 所以你想清楚 想明白这个问题 喜欢是喜欢 真的爱吗 你如果真的爱她 你天天把一个男人逼成这样 你不心疼吗 好 想想我说的话啊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我想聊一下 关于成年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 你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看到的是一个 完全被情绪吞没的姑娘 你没有能力控制你的情绪 其实你看说了半天 你说清楚她的前妞 怎么怎么样了吗 你说的话都是情绪的话 你做的决定都是情绪的决定 你整个人是被情绪吞没的 认知心理学里面说 人分两个思考系统 一个叫感性的思考系统 一个叫理性的思考系统 理性的思考系统 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感性的决策系统 让你做的所有事 你好像是 我逼婚 我逼婚 但你所有的逼婚 是让你离这个结果越来越远 因为它满足的 只是你的情绪而已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定要有对自己 有足够的情绪的控制能力 你才能够做成事 你说你要结婚 这是一个结果 你要做成这些事 你是需要理性的去思考 我应该做些什么 你觉得你逼得越厉害 他就越愿意娶你吗 你觉得你越上 敢着骂他凶他 他就能够离前你有越远吗 婚姻首先它是法律契约 其次它是人际关系 他并不能催俗一个男人 也并不能让你有足够的情绪管理能力 所以现在你最需要做的不是站在这 你要逼婚你要怎么样 回去看看自我 我怎么了 我的思考呢 我的理性呢 我读的书呢 都去哪儿了 找回那个可爱的你 才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今年42 女儿才三岁 我指定抱不上孙子了呗 我指的不是一个年龄 但我指定不是人生赢家了吗 这跟人生赢家没关系 你所描述的所有的一切 不就是一副人生赢家的状态吗 该结婚的时候结婚 该抱孙子抱孙子 该旅游旅游 你那么想嫁给他吗 不是 你是想嫁给他能给你的婚姻 不是想嫁给他 我也见过那种一心一意 想要娶一个女人的男人 他们不会打着谎子说 一年以后两年以后 而是当这个女人 想要嫁给你的时候 我亲其所有 我目前能够做到的 我先把你娶了 尽可能地为你营造一个家 所以那些种种说 我物质条件没有达到 我希望得到你的家庭的认可 我希望比你的前男友更强 我希望能够有更好丰硕的 物质条件再娶 那都是幌子 所以你也不是很想娶他 还谈什么相爱呢 没有那么一心一意地想娶 也没有那么一心一意地想嫁 还谈什么结婚呢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想要的不是他想给的 他想给的不是我想要的 是这意思吧 不是 我是真想娶他 不管别人说什么 啊 娶呗 娶 啥时候娶 就等我一年 好吗 给个日期 就一年 以后的今天 我想知道 你等着一年 是等的是什么呀 节目录到这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人生其实有很多无奈的东西 姑娘 你的这个无奈 就是你们这段情感关系当中的无奈 其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无奈的一个集合和总成 每一位老师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把他们看到的问题帮你们提出来了 这个现象其实在现代的爱情生活当中挺多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沉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要的事上 恋爱是什么 是一种互动关系 对吗 你们互动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很明显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我也不再多说了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希望能给我一点时间 你再看看树梦花它有一个发套 这是我第一次回东北的时候 你给我 你送给我 戴在我手上的 那时候本视频就说了 说戴上这个手套 我就是已经有小组织的人了 不能大理任何的意义 所以说我一直遵守了这个原则 我真的很喜欢你 也很想娶你 我也很爱你 姑娘那个什么呀 他给我买了一个那个 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 他说我这整天就跟个猴似的 他就入来福 是 给我戴个紧箍咒 就逃不出的手套心了 你要是不询问你就拿走吧 真是喜欢你 回吧 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载抖音APP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取 图里老师专属爱情解答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这首里什么呀 我我甘在看见呢 今儿月 不乱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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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于情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愿你我此生不悔 白头到老 你写的 是 我不用你求我了 你看还挺好的 不取了 哈哈哈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好 谢谢啊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您将获得由伊贝斯 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 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爱你 你一直问我 我什么时候娶你 虽然你不相信我 但是我现在就答复你了 回去 咱就去领证 请亮灯啊 谢谢 谢谢啊 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必须要理性和客观的说清楚 一段婚姻 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成长 一段婚姻 解决不了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一切试图以婚姻作为解决自我和对方问题的人 未来都会发现 婚姻一定会骗了你 生活也会骗了你 其实不是生活欺骗了你 而是你自己选择了 要去欺骗自己 谢谢 结婚的事可以考虑一下 再好好谈谈恋爱 如果你们觉得时机合适了 那我们也是祝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我们就祝人家幸福吧 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 我和老录音师三年了 到这一起后来我发现他总是和微信里叫牧师的女人聊天 我觉得他就是不真心真意和我在一起 而且他只不如自己根本不考虑儿女 对我的身子也很冷漠 他很前世 一点四斤就和我发脾气 有时还只能让我滚 让我很没有安心感 而且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觉得多考虑自己也没有错 他的思想就是太传疼了 只想着远而还老 大孩子们都大了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我们也应该顾好受于我们的二人世界 他这个样子的我真的没办法再和他在一起了 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想和他好好的走下去 希望我们的矛盾可以在这里解决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西洋恋人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陆先生62岁来自湖南退休 女嘉宾张女士63岁来自湖南退休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都是因为这个 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老伴走了 所以你们重新开始了一段恋情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您几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抱孙子了吗 当时还没有 您几个孩子 我两个 当奶奶了吗 当了 恋爱有三年是吧 是的 满意她吗 开始满意后来不满意了 我看这个小片大概 您的主要问题是说她跟别人聊天 是吧 是的 异性是吧 在哪儿聊 手机里聊 手机里面 怎么发现的呀 有一次 我们两个人吵家了之后 她晚上好晚着睡觉 我就去看她 发现她女人聊天 聊得很暧昧的 还很暧昧的 她说她是单身 我们也有孤独的时候吧 上上网来聊聊天啊 可以和对方父亲沟通啊 有什么的 不认识对方 所以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不认识 反而说什么都没问题呢 有些心里话可以从心里说起来 除了发现她跟这个陌生的女性 暧昧的聊天之外 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呢 上个月嘛 上个月 她发现要和那个女的去见面了 她说这是她同学 及时的误解了 正好那天 这个女朋友呢 就打了电话给我 打到中间的话 就看到了她 看到她呢 我就很紧张 就把那个电话 不是 你紧张啥呀 我知道她不能够 有这个问题缺陷 有这个问题缺陷 就不得了了 其实她就是我的同学 您这恋爱三年了啊 要么年轻的角度想 恋爱三年了嘛 至少自己身边圈子里的一些人 大体都是认识的对吧 是啊 如果是您的朋友 大家也应该认识呀 您慌着 她不认识 我们同学晚来的 还是很少的 但是后来 我们两个正在吵 那个女的就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接过来 那个女的就说 刚才那个打电话的 那个男是谁 我说就是我的情侣呀 你当时为什么 不问亲丑了 不不不 她是什么 同学的话 怎么不知道 谁给她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 我也只听她说 究竟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就是这样的 就是产生很多的误会 所以从网上聊天 到大姐又发现了 在生活里面 跟您所说的 这个女同学之间 说不清楚了点事 所以大姐心里 是不舒服的是吧 是的 除此之外 您还发现什么了 有一段的时间 有一个分接所 也打了电话来了 叫她去相亲 这是怎么说起的 我们有精神有毛的嘛 有一次的话 在我们分开的时候 她也和人家 去见面了嘛 我是跟她分手 只好我也去 你们还分过手啊 分啊 什么时候分的手 分了好多次了 即使不是分 都是冷静 我们是说好了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 我心里不平衡 你能找 我男的不能找吗 我这么漂漂亮的 一个女人 我房子也有 我车子也有 退休金 什么东西我都有 有房子也有 我也有啊 我也不缺什么啊 我就肯定我也想不找啊 是吧 真的 我是不是比你好啊 你跟我在一起 你是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内 你再去跟另外的聊天 我是跟你分开之后 我再去找的人 怎么叫做分开咯 你是我们分手了 你说好了分手了 其实跟我们就不是分手了 你自己很清楚的 所以说在这三年的恋爱过程当中 两个人 他是一定误解即使 有分分合合 对 有分分合合 对对对 但是您觉得感情还挺深的 是吧 就是我 您感受到的是 他对您不是一心一意 还有 还有啊 还有你说 他对我的家人 他就说我不要把那个绳子 搭到跟前 说我们两个人 好像是要过二人世界演的了 电视里面有一个节目嘛 就是说都挺好 你们那个收套墙 他就是自私自利 只管自己 不管别人的自私 就是自私人 难道我们这个年纪 自私不好吗 我们夫妻在先 享受在后 这是您觉得不可理解啊 太自私了 肯定不行 因为我小孩他 我儿子媳妇 他们都上班去了嘛 孙子主角 一个人在家里了啦 我心里肯定心寒了 我肯定不舒服了啦 他对孙子怎么样 表面上看就可以了 我孩子可以 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孙子 我应该是看得很正的 还有一次的 就是真的 我孙子他 因为他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嘛 他有事 一个小孩子有事 他学买那个笔啊 书啊本子啊 又要一点年龄钱吧 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他就因此之后 我孙子手上要腰过去了 说我不该把小孩撑坏了 你看 你还举着人说这对嘛 小孩子这几岁 他的痴穿 都要到人安排着 你还给钱给他 听明白 听明白 我每个多的钱 就是在 对待于隔背的态度上 和教育上 你们是有分歧的是吧 对 我们就是思想要挂一点 这我听明白 还有 我孙子一直都是 在我更新长大的吧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嘛 我孙子就肯定 在我们床上来 领我 他就把那个酒了 就是这样不太难了 你看我心里 感觉到舒服吗 我是说小孩子 应该等规矩 是吧 真想我们应该要教育好 怕铺上来什么地方都高的 墙上来都去晃 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 教育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叫亲密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你们这个岁数 去融合这种方式 其实也挺难的 我们也不说谁对谁错 其实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小事 我们不谈谁对谁错 在这个短片里面 我听到了 您说到了什么养儿防老 观念太传统啊 就是多清理对 您那什么意思 他只是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因为他的儿女的话 不是在我的儿女的话 经常来看看 他的儿女根本就不来看他 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正是想天天之落的时候 你的小孩经常看看我们 我们是多么的高兴 而且你的儿子也不聊个节目 我这个叔叔 究竟对你妈妈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 你对我的孙子 是这个样子 他们肯定对你 肯定有一点意见 他精神好 他看你啊 看我 而且呢 以孙子为局 有一点可以讨好他们的话 他就是视线 就是我见到还在看儿子 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孙子只要有一点点什么 他就 就不得了了 就是这样的 您的意思是 他对孙子太看重了 是这个意思吧 他的爱不是在心里 他是在表面的 您的爱是在心里的 对 这是个观念上的冲突啊 嗯 刚才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两个孩子 不太喜欢那叔叔是吧 但他也肯定有意见了 当初接触的时候 就两个人怎么就看对眼了 就看上对方了呢 我们两个人性格爱话 也要相同了 他的歌曲唱得很好 而且他又喜欢 很高人的眼睛 他是个开心歌 真的他 开心果啊 他是个开心果 现在还是开心果吗 在我心里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开心了 哦 你不开心了啊 你当初认识他的时候 他给你的是什么感觉啊 我也求得他 也是唱歌啊 可以啊 性格外相 他性格还是 比较柔和一点 那现在呢 现在不行了 而且三个月吧 我孙子 要来吃中午饭 他的儿子媳妇 只是提早 打了个电话 要来吃饭 他就反驳 所以我就支持 真理 全部爆发了 我就说 两个人分手吧 他还写了一个 分手信呢 分手信写的内容是什么呀 你看一下了 好 能看啊 看 全世界人都知道好 对不起 别怪我不辞而别 我们分手吧 我觉得我不是你需要的 那一种男人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男人 真心地祝福你 曾经爱过你的男人 老陆 老陆 他自己走了 你很伤心 伤心 爷爷老虎 心里还是有他呗 我现在不想跟他过来 他对您好吗 不好 就是对我的家人不好 不是不是 我问的是 他对您好吗 对我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好 那您是希望他对你好 而是对你家人好 我都也好 就是去找牧生女人聊天 这个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和人家聊天 我也没去和人家见面 你你想去来着 被人发现了 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事 聊天就是消消钱 还没有 消不时间 真的 就是他都是一种物件 那你不是跟他谈恋爱 你就跟他消钱就好了 跟他消钱 但是 你要的 跟他消息有些话 也不能够跟他说的吧 为啥呀 男人都有秘密嘛 跟别人好 他说一点 反正不认识他就 他也不认识我 咱俩互相不认识 您把您的秘密说给我听 跟我说说您的秘密吧 我现在认识你了 我当面了 当面了还不行 对 看来您的秘密 我当面了 他是虚拟的东西 他不可不 背后可是真人 还有我上街啊 看到已经漂亮石卷啊 漂亮衣服我想买啊 他老是反对的 你看他这个衣服 那柜子都捐不了了 哎呀鞋子都真的捐不了了 你让他买呗 花您钱了吗 摄影不是花我的钱 我也心疼啊 他的钱您心疼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他 就是为他 你喜欢他 他买衣服的高兴不高兴 他说我肯定感兴了 我自己喜欢的 他自己喜欢吗 也有个度嘛 人家这眼眼就要花嘛 就是小气 也就是口 这也叫个口嘛 该运的 你放时间不该运的 我们接近的还是好的 你们俩现在钱 活在一起花了吗 没有 各花各的 不是 我还是每个月 各金开的 一个月给多少钱 你什么费啊 一千五啊 现在一千五 也不够花嘛 因为他家里儿子 他们媳妇 他们爷爷过来吃饭嘛 我生子爷爷过来吃饭嘛 我们经常还要去玩嘛 去旅游嘛 都是我花钱了 他什么东西都不出来 你男人浪漫吗 就是不浪漫 他还不浪漫啊 分手心都写了 你想 你想自己衣服 他都不肯了 你想交朋友 他也不允许你 交支交捞啊 老爷不行啊 谁交的不交朋友 他就是这个错误的理解 你们可以 大家的 我就说 你们可以淡一点 你看就是 人的真是年轻一点 他说这样 这样关注我 你搞得我的 我的朋友 我几十年的国民 他们 他们都得我有意见了 都不和我玩了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 这分手信不都写了吗 不都不辞而别了吗 后来咋又回来了 这个事情要怎么说的 其实我们说 我们风风火火是很多回来了 也不是这一次 对对对 这一次的 每次都是谁把谁给求回来了 还是谁主动就回来了 做我是 我是男人嘛 又还是大丈夫嘛 就反正每次都是你自己又回来了 是吧 就是回来的话 也不是忠心忠意地回来 不是你不是真心忠意你回来干什么呀 这是人家有一点矛盾啊 但是当时的话呢 是扯不清理不清的 看他能不能够解决自己 人家不跟你过了 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但我还是想努力一下 不是 我好奇啊 我很好奇啊 您看啊 他做什么事您都看不惯 您找一个 跟您一样心思的大姐多好啊 这俩人多和谐呀 因为他的优点是真多少 他不就是一双勾魂的眼吗 都会唱首歌吗 其他优点 我们都没听到了 那是刚开始 现在我们时间也一年龄多了 行 那他现在他有什么优点 他优点 我漂亮 直爽 我比你漂亮 是的 不同性别 没法夸性别来比漂亮 他没有什么心机 他没心机的 他的社会经营很清晰的 所以某些方面 我只是指导一下 就是这个 高级他一下 还指导一下 并不是看不惯 不是 您别指导了 一个天天说分手 自己写了分手信就跑的男人 然后又灰头土脸的溜回来的男人 你给人指导什么呀 对吧 你一会儿听老师的指导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风阙 陆大伯 你这么不断地告诉 这些陌生的异性 你是单身 比有用心 他看得出 我也看得出 你这样的去聊天 他当然耿耿于怀了 另外你刚才还问了个问题 到了你这个年龄 自私一点不好吗 我明确告诉你 不好 特别是 你们都试图再度走进婚姻 如果你过度自私 你必然走不进这样的婚姻 我们确实看到生活当中 老年人 因为是再婚 对对方的儿孙指手画脚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你们两个人的核心点是 我感觉 谁都没有真心 走进对方的内心 我们老年再婚 我们图的是生活相依 生命相依 到了这一个年纪 很多的物质的事情 看淡一点 和生命相比 这些都是小事情 尤其是陆大伯 你不要为自己的自私 找理由了 谢谢 好 谢谢包黄秀 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啊 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 况且已经这个岁数了 想要改变是不太容易的 您的那套理论啊 其实骗不了别人 我们在场每一个人 都知道怎么回事 况且呀 您也骗不了这个阿姨 人家只是不愿意 揭穿你 您想想您为什么不分手啊 一千五百元 包吃包住包旅游 阿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差 您可能出去 哎 撒满了一圈 对比了一下觉得 可能还是阿姨好 又回来了 您一次两次可以 但是您三次四次 就伤人了 对 也伤心了 对 而且我觉得 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双重标准 我看台本上写到说 您的孩子 每次来到你们家里面 阿姨是做了一桌子的菜 来招待您的儿子 和儿媳妇 可是阿姨的孙子来了呢 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为什么您的家人是家人 阿姨的家人 就不是家人呢 所以在这种双重标准下 阿姨就会极度地不舒服 所以就说到了 我刚开始说的那三个字 不委屈 如果她觉得委屈了 那她就跟您过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图的就是开心嘛 我们老来伴就是开心快乐 让自己的人生 再找到另外的意义 其实真正离不开的人 是您 不是阿姨 所以好好想想吧 阿叔叔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陈达老师 我现在听很多姑娘说 男朋友喜欢在网上 和陌生的姑娘聊天 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会好 现在从你身上发现 年纪大了也不会好 她对于你在爱情上面 是没有责任感的 她对于你在亲人上面 也是没有责任感的 其实说来说去 就你的孩子 其实对她来说是外人嘛 我经上活到说 我说爱无其无嘛 对啊 那么我想对两位说 就是年轻时候 如果你们没有将就的话 老了之后 其实更不应该将就 刚才张女士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 她说我那么漂亮 对啊 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 就会认为 哎呀我年纪大了 我就要将就 我年纪大了 我就随便凑合就完了 不会啊 我还是那么独立 我还是经济上面 没有问题 我还是可以出去玩 我还是那么漂亮 既然那么漂亮 就不要将就 找一个对双方 是有责任感的人 我觉得未来的日子 才会更开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你说她像苏大强 其实苏大强的三个特质 她都有 自私 冷漠 吝啬 对 自己收着房租 花了一千五 跑你那儿 又吃又住 对 还拒绝你的家人 进入你的家门 是 你哪有这个资格呢 那又不是你的房子 我根本不要 住她那里的 那问题是 她压我住了 问题是 你就住在她那儿 而且你三番五次 走了又回 是你要住在人家那儿 不是人家邀请你 要不然你回去干嘛呀 咱一把年纪了 能不能不虚荣不虚伪啊 张阿姨 你的性格很好 你心里不记仇 简简单单 但是你有你的一根底线 就是你的底线是认为 我如果要再婚 至少我要找一道一段 属于我的真正爱情 但是她不是 有一些男人 真的跟苏大强一样 老婆一死 哎呀 整个人放飞了 没人管啊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让子女们给我买房子 买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花子女的钱 怎么着我都是应该的 我苦了一辈子了 你不就这想法吗 苏大强就这想法吗 对 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问题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口口声声说 养儿不是为了防老 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 那你养来养去养的是你自己 那是自私的交换 但你这不就是养儿防老吗 你说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自私什么都是应该的 说白了 你才是养儿防老的实践者 而他还不是 他到这个年纪 还在为自己的子女考虑 为孙子考虑 我们不去说哪一种做法 是正确的 我们只说哪一种做法 相对自私 所以我建议你们俩 不合适 咱们就算了 没有必要纠结嘛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说自己没什么错 别给别人添麻烦 您那些话 如果那是您没有过世的原配夫人 您说这些话 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是他养育的儿子 他养育的孙女 您说那些话叫 直手画交 别说没再婚呢 就是你们领了结婚证了 你有了那个 法律上保护你的名分 您说那话好像都不太合适 您没有养育 您没有付出 咱虽然到了一定的岁数 咱谈恋爱 咱是自由的 但是希望您记住 生活里有些规范 咱还是遵守一下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亲爱的 其实我对你 比较是很高的 你是我善良 好女人 你心地善良 没有心机 在我心里 我永远是爱你的 真的 希望为了我们 能够改变一下生活的环境 我也会为你改变一切的 可以吗 你那个私聊啊 我一心来 你不改的话 我不能够接受你 还有带着我的亲人啊 朋友啊 你必须改 你不改的话 我哪也接受 虽然我们有一点 小打小闹 就是并不影响我们的爱情 我想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 看你的表现 来 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 看看他们封存的一些什么内容 请开枪 大姐先说说陆先生放的是什么呀 又是 小河的信 就特别喜欢写信啊 你念还是我念 你念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亲爱的你好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相信我吧 亲回来吧 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 回来吧 来来来 您那是什么呀 谢谢您 去年嘛 我们两个人一起到 五一三旅游嘛 我当时在那个旅游区 看到就是这个乡 乡里嘛 又不贵 又漂亮 我当时就想马下来 但是呢 他当时说我又要弄满东西了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来了 我就想 还是办个头吧 我压着这 真心实意地 送给我的礼物 哦 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有请陀余老师 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们 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 抖音爱情小课堂 凭什么每次吵架都要我道歉 现在就算是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去 我都不会回去的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跟我生气 有时候明明是他的错 他赶快要我道歉 我不就是声音大了点吗 反正这次没想来 我反正是出来了 他就别想让我再回去了 当女人对男人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一些错误的时候 男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不加思索的认错和道歉 因为那在女人看来都是轻视 女人在乎的所有问题 其实最后指向的都是希望被尊重 所以真诚的态度是男人认错的重要基础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APP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等你来看 咱们来看看这对老年情侣自己的选择 请开 所以在他心里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陪伴 在他的身边即使这样即使那样 对他来说都是好的 所以某些同志就抓住了别人这个弱点嘛 还聊不 改了 来有请小花童有请 这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西凉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我爱你 替我讲药 通过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那是我的这種天生 Your母亲 为我难度站 没有谁能去带你在我心上 好 来 请亮多啊 你一个这种天生的身影 我想今天给大家最大的启发和启示是说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老年的时候面临这样的抉择 请你记住 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其二 请你记住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尊严 这是最重要的 不管在什么年龄 尊严对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静云U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静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八年了有三个孩子 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我的全部心血 可他却背着我和别人暧昧 回来还不知悔改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他变成了现在的 首先是他做错了不是你的错 其次如果你说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可能是这八年来 你无怨无悔把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家庭 而忘了时时抬起头 看看镜子中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吉水纯净宝石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由土磊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再次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